公正平等乃人全基石 JurionFM 我是林国文 六年当头我是孙仁 最高党我是燕燕 回来看一下中华圈发生的事情了 首先要关注一下中国的空气污染的这件事 空气污染就让中国 尤其是北京这边很多的地区 就很多的人因为雾霾的关系 就选择到外面去旅游了 那么昨天也提到了 就是旅游很多的商家就打起了一些 旅游的这些招牌旅游团 比如说五霾之旅 或者是必买游之类的这种旅行团 就打着这些招牌 吸引了很多的游客 就是出去北京这一边旅游的 就是离开北京去到外边去旅游 那么现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商机 就是卖这个空罐的空气 空气装在罐子里面的罐装空气 然后就这一个罐装空气就热卖了 一瓶的罐装空气到底是多少钱的 五瓶卖价值五百 大概是五百元人民币的 就是三百三十令吉的 可是这个就让很多的当地的一些专家 就打枪说 吸了没有用 只是一个心理安慰而已 罐装空气现在就是买钱吸空气 买钱 之前我们喝水是不用钱的 我们吸空气更不用钱了 这是多么自然的一件事情 但是逐渐的我们喝水用钱了 要水费的 然后我们也许以后吸空气也需要钱了 原因就是空气污染 但是这些空气有些人还挺在这个事情上可以做生意的 我们现在环境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么不仅仅是有可以做空气的生意 它也可以做其他各种方面 关于我们环境污染的一些生意 危机嘛 有危就是有机会的 就之前呢 在APEC会议当中 在菲律宾的APEC会议当中 当时是奥巴马和马云 还有另外的一个小女孩 三个人在做了一个讲座 这个讲座呢 就谈我们如何治理我们的空气 那么主要这个小女孩呢 她提倡了一种 她发明了一个灯 这个灯呢主要是很节能 节能之后呢 她说现在我们为了减少我们的空气污染 我们不得不做一些新兴产业 这些新兴产业包括绿色能源产业 但同时呢 马云就说 其实商家看中的另外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就是我们的社会目前正在走向空气污染 或者是说环境破坏最严重的一个方向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能够看到很危机的东西 但同时在这里还有很多商业化的东西 可以值得我们去探讨 值得我们去投入 你就包括生产绿色能源 生产可侣 可供就是循环性的能源 然后包括你将是这种 生产这些空气可以卖出来 这也是一种方式嘛 然后但是奥巴马在旁边说 嗯 我们作为政府的应该为你们多提供这些渠道 和多给你们提供一些基础设施 多为你们提供一些基础的资金来做这些服务和项目嘛 三个人就这样子的谈下去了 嗯 不同人还是有不同的感受了 如果是商人看到这则新闻的话 应该是有一些灵 灵感来了 灵感又来了 可以所有这方面 是 因为现在呃 在中国这边所卖的都是加拿大夫 呃 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的贯转空气的 那如果你想要在中国这边要再卖更多各种各样的空气的话 可能可以下次考考虑一下 可以用这个亚马森的啊 亚马森森亚马森森林这边的空气的 那边感觉分多金更好 那么更加吸引人的 呃 当然我们在这里就开始有点怀疑说 呃这些空气到底是他们怎么得来的 难道真的是从加拿大这边运过来的吗 他们的这些呃 这种气体到底是有没有危险 有没有危害 或者甚至有些网民还恶搞的去问说 到底有没有保存气线 因为毕竟它就是灌装的一种呃物品了嘛 那么我们当然对这个事情还有一点很多一些疑问了 然后这一个主要还是现在 如果他这个情况是可以解决到中国人民的一些痛楚的话 那么相信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如果同时他也可以让这些商家们可以赚一些钱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赚钱的时候会 呃我们就去生产然后去赚钱 可是现在空气就是本来就是属于大家的 他们就是包装了这个空气 然后就去卖给别人 呃这个是对的吗 也是一个疑问了 换一个焦点 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另外一个事情 呃曾经有一名叫呃 他号称是中国最年轻又最帅的校长 他就是呃南昌大学的前校长周文斌 他因为呃受惠还有 还有挪用一些公款 所以就被判终身监禁了 这个案子创下了中国司法审判的一些记录 然后呃判决结果也引发了一些呃争议的 那为什么他会呃被判这个罪名呢 因为刚才也提到说是受贿 还有挪用公款 那么呃就被判的是终身监禁的 呃为了要呃同时他被判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还被呃博夺他的政治权利 还有呃同时也没收他全部的个人财产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周文斌他也是有上述的 嗯他上述的理由是事实 事可杀不可辱 挺壮烈的一句话 但真的是那么壮烈 或者他真的被冤屈了吗 其实各方面的说辞都有 就是说呃之前呢 他在纸上的这些数字 说明他非法收受财务供给是211118000元人民币 然后还有挪用公款达到了5875万元人民币 这些数字都有 那么这些数字都有 他是真的吗 同时呢 据报他自己供诉的时候 他说他被刑事鞠供 也就警察打他 被迫让他承认让他认罪 有没有这回事呢 警察为什么要逼供呢 如果警察真的逼供的话 他受谁的指使呢 目的是什么 嗯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的呃在这个周校长在校的南昌大学的学生里面 对他的评价还是都是挺好的 是 感觉他一表人才 同时呢 他具有能力把整个南昌大学的新校区主要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功绩项目了 另一方面 有一些媒体中国的一些另外的一些媒体报道说他比较色 他有二十个情人 他经常看黄片 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那么如果是假的 那么媒体为什么这么报 那么媒体这么报 是受谁的指使 啊 这都是疑问了 所以现在肖翔似乎呃四面八方的都来了 两面说齿 对啊 让我们会怀疑这个案件或这个人 他真的有那么坏吗 他真的贪了那么多钱吗 嗯 也许他有一部分是贪钱了 但是他的人格人品道德上真的有那么糟糕吗 我们在想 这个事情就会让人想到之前在1960年 在1970年之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呃 有些人被政治问话 呃 被打压 然后呢 也许他就是一件 呃 他就犯了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其他人就把他说 你又勾引女学生啊 嗯 你又跟哪个女同学比较关系比较好啊 让他的人品道德上受到了一定的污染 但是这个人真的是 人品道德上真的有那么坏吗 也是一个疑问 所以呢 我们在有另外的一个呃 想法 这个想法呢 就是 是不是 我们的法律 我们的司法体制 被某些的政治人物被政治力量所干扰了 嗯 有些人就想让他下来 呃 在 也许他真的犯了点错误 然后呢 他就会四面八方把这个人的人品批的一无是处 是 也许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嗯 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地方 是 当然我们所看到的 说他挪用公款 或者是说他贪污 啊 就是受贿的这一种事情啊 和他 本身就是和刚才中国媒体所报道的 的他的那个负面的形象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因为说他有二十多个情人 说他看黄片 啊 看事情网上 这一种事情都是他自己个人的事情 这是他隐私 然后这一点和他呃 受贿或者是和他挪用公款 这一种事实够不成有直接的关系的 所以呃 当然也是有些支持这个州校长的人 就说这一届只是媒体的转移焦点的一些抹黑的一个呃 这个方法啦 可是他到底有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还是不知道的 可是对于他挪用公款 或者是呃 受贿这一件事情是事实 到底他呃 什么原因之下收了这些财呃 财务收了这些呃 钱 我们也是不太清楚 需要这个司法这一边去审判的 换一个焦点 就看一下中国东海的事情了 南海南路啊 南海还没忙完就要忙这个东海了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之前日本这一边啊 就是在呃 这个岛屿 就是在一个附近的岛屿这边 好像感觉是有挑战一下啊 中国 然后中国又挑战一下日本 就是在这个岛上的 这个权力的这个事情 所以日本和中国现在就在东海这边 较量 希望希望呃 中国就派他的船只进入东海这边啊 要阻止日本去插手任何的啊 不管是南海或者是东海的任何的事物 呃 那么中国这样的做也许会有两种意向 第一种意向呢 是提醒日本 就是呃 呃 你不要急着忙着去南海那方面搞事啊 然后你东海这方面 你家的后院你还需要保护呢 呃 之前你感觉到一片风平浪静 其实不然 你看我们的中国船又来了 呃 来到东海给你搞事了 呃 所以日本就会有警惕 说哎呀 我这东海并不是风平浪静啊 我们还得要 集中主要的兵力和军事在东海啊 南海那方面 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 就放一放吧 也许日本会这样考虑 嗯 另一方面就是威胁了 威胁就是 中国是这样子一种潜在 也许有潜在性的威胁性的一个信息存在 就是你日本要参加南海的乱局 呃 那么就小心你的后院东海了 我就要来了 呃 所以两方面的兴趣都让日本或许是知道的 是 然后同时也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说2012年的9月 自从2012年的9月到现在为止 从中国的船只总共是进入 呃 日本东海这边139次的 然后从2014年初以来 就是外国的船只进入东海的次数 是一个月大概是4到10艘船之间 然后11月的时间有罢收 所以整一整年下来就看得到说 其实很多的船只不只是中国这一边 还有就是还有其他国家的船只 他们都进入这个东海这边周边的领海范围的 所以呃 这一个事情主要还是环绕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东海和南海的事物当中了 所以在怎么样去协调好这个事情还是要看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可能是政治上的一些因素 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呃 一些关系上面的一些调整了 接下来就看一下在深圳这边的一个报道 深圳的报道就是说呃 全球第二大或者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地下火车站 就是这个深圳的福田高铁站将会在周三正式通车 然后他这个是从呃 广东省广州南到深州市的福田中心去 最快只需要四十二分钟的 所以这个是呃 加快了很多的这些呃 就是从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 他的一个速度 呃 这个行动最主要的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形成一个广深港三十分钟的经济圈 什么叫做广广深港呢 广就是广州深就是深圳港就是香港 那么香港这一段的高铁还在建设当中 但是呃 之前听到过一个香港大学的副教授也讲了 香港这段的高铁正在受着当地部分的一些民众 还有一些维权人士的一种呃 举行抗议示威游行阻止这样子的高铁的建设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也许就一方面是由于他干扰了周边的民居的生活环境 而另外的一方面呢 就也许另外的一方面目的就是要阻止这种深广深港的三十分钟的经济圈的一种形成 因为一旦广深港三十分钟的经济圈的形成 他从广州到香港从深圳到香港来返也就十五分钟到三十分钟的时间 是很近很近很近的一个距离 所以香港这方面或者是战中的部分的人士呃 要想港独的话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或者是香港作为一个独立的高度的一个自治区域的话 也就是相当的困难了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也许不同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是中国政府这方面的意图呢 他想通过经济 他想通过高铁 他想通过权力把香港完全的控制到自己的手中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香港市民这方面的意愿 部分的市民呢 包括是战中 主要是战中这部分的一些市民 他们一开始感觉到香港是很骄傲的 因为香港哪能跟广州相比 就是广州哪能跟香港相比 深圳哪能跟香港相比 香港是一个当时是东方明珠 是亚洲四小龙 是金融中心 是具有高地位的一个地区 是一个阶层 那么现在突然把香港跟广州和深圳 拉在一个圈里了 证明他们是同水平的了 在同水平的情况之下 那么部分的香港港民能够接受吗 心理上 这是一部分的考量了 另外的一部分的考量呢 就是慢慢的这个经济学校的形成 有很多的香港大学毕业生 如果他们在香港找不到工作的话 他完全可以到广州 他也完全可以到深圳 那这个方式 作为战中的大学生来说 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想到广州和深圳去工作呢 也是一个义务 所以在种种的心理状况的考量之下呢 我们可以明白 这个香港的这一部分的高铁 现在处于一个停滞期的最主要的原因都有哪些了 是 可是当然 这个主要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当然这个高铁这边 香港这一部分的高铁还在停滞 是因为目前施工就遇上一些困难 加上很多的要 需要很多的不断去加追加这个款项 所以预计2018年才可以通车的 所以可能在2018年的时候 你距离现在还有两三年的时间 可能这个时间可以让香港的市民们 看一看深圳或者是广州这边的发展 可以不可以跟他们一起 做一个对比或相比之下 是不是有没有同等的感觉的 两三年时间发展是 如果是真的有发展的话 是可以很快的 可以追上来的 所以香港市民可以在这两三年时间 慢慢去观察 等这个两三年完成了之后 他们的高铁完成了之后 再来批判深圳 或是批判广州 也是不会太迟的